欢迎大家来到云课堂 今天云课堂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这个话题 前不久啊,我和闺蜜们一起吃饭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吃什么 身边有一位闺蜜说 我都不能吃,看你们吃好了 哦,那这个时候还是挺扫兴的 是的,后来才知道啊 她的牙齿出了问题 俗话说呀,米以食为天 口腔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大大提升 但是口腔疾病的患病率却不断攀升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常见的口腔疾病呢 根据2015年全国第四次口腔流行病调查显示 我国口腔疾病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中成年人里面 牙周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 高达97%左右 哦,那几乎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就是几乎人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五岁以前的学龄前儿童 取病发病率呢,从10年前的65%上升到了70% 哇,这么小的小朋友都开始有口腔问题了 嗯,12岁的儿童呢,患取病率也从27%上升到了35%了 这个取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蛀牙 是一种细菌性的疾病 嗯,那么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取病就会损失一颗健康的牙齿 是的,我们的牙齿啊,它不是实心的 它里面的中心部位呢,有软组织 当这个取齿逐渐往深发展的时候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 它慢慢慢慢就走进了我们的牙神经的地方 那我们的牙嘴就开始发炎了 哦,那如果发炎的话,就是会开始牙疼吗 是的呀,非常疼 所以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没想到,小小的一颗牙齿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那我们平时生活中要如何才能关爱自己的口腔健康呢 嗯,这个你就问到重点了 防止口腔疾病的发生啊,要以预防为主 首先呢,就是尽量少吃含藏量高的食物 尽量少吃坚硬的食物,以免磨损我们的牙齿 还要定期的口腔检查 12岁以上的人每年进行检查一次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 除了以上的预防 我们还要学会选择好的口腔护理用品 以及正确的刷牙方式 爱多美的产品都是大众精品 说到口腔护理的好产品 爱多美的牙刷牙膏当选其中 是的 爱多美牙刷采用的是柔软有弹性的0.18毫米圆筒型刷毛 并使用尖端技术制作0.03毫米以下的微细毛间 是一款超纤细的软毛刷 我们可以用手背来做一个测试 哇 真的感觉特别的舒适 有点像是面部清洁仪的感觉 是的 超纤细刷毛啊 有助于深层清洁 清除我们牙齿的食物残渣 同时可以保持口气清新 同时啊 0.03毫米以下的微细毛间上 添加了纯度为99.9%的精粉 是可以安心使用的软毛刷毛 而且我发现这款牙刷采用的是细长的刷头设计 是的 这款细长刷头设计呢 可以直接清洁牙床后方 清洁牙齿啊 更容易 这个手柄设计也非常之特别呢 是的 手柄采用的呢 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钻石切割设计 青少年与大人呢 都能够轻松的拿握 那这款牙刷饼的材料是什么呢 嗯 它采用的是PET塑料 可以减少毒菌及细菌的滋生 2019年呢 爱多美牙刷在韩国销量有3000万只 平均每一秒钟销售一只 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做 一秒牙刷 也叫秒杀牙刷 因为疫情的原料和供应问题啊 目前中国还没有上市 预计会在9月后推广上市 我们再来看一下爱多美清香型的牙膏 这款牙膏的主要成分是风胶提取物和绿茶提取物 提到这个风胶的话 风胶我知道 它是由蜜蜂从植物的树干上提取的这样的树脂 混入到密封的上额腺和蜡腺的分泌物 而加工形成的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 它可以防止各种病菌或者是细菌的侵入 是的 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健康功能食品 以及需要有抗菌作用的生活用品当中 风胶提取物是采制风槽入口粘稠状液体 含有大量的黄酮素 那我知道了 黄酮素能够抑制各种的细菌病毒 减缓牙龈的发炎 是保健口腔的一个天然的抗菌物质 是的 绿茶提取物 绿茶的主要成分 而茶素含有多酚成分 可以减少细菌 苦在牙齿 及停留在口腔 有效降低蛀牙的发生率 预防口中异味 起到除臭的作用 是一种有效的去除口臭的物质 那么风胶提取物和绿茶提取物 可以预防取齿和蛀牙 去除牙字以及牙菌斑 消除我们的口腔异味 是的 这款牙膏我也一直在用 用完感觉口腔特别的清洁 而且口气特别清新 选择好了 口腔护理产品 接下来我们看看正确的刷牙方法 牙齿每天我们都会刷 难道还会出错吗 嗯 Tina 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你是怎样刷牙的呀 好的 我每天刷牙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横着 先刷下面的牙齿 然后刷完了之后呢 再刷一下后面的牙齿 然后再刷一下上面的牙齿 嗯 非常好啊 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 首先要清洁我们的牙齿外表面 牙齿和牙刷之间呢 应该呈45度的角 那轻轻的将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银之间 先不刷五到六下 嗯 然后呢 再旋转我们的牙刷 下牙从下往上刷 上牙从上往下刷 所有的牙齿都必须刷到 刷的时候呢 力度要轻柔 哦 原来是这样的呀 是的 跟着我们要刷牙齿的咬合面了 刷牙齿咬合面呢 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按照平时这种拉锯式的刷法 进行刷牙90度角就可以了 那牙齿的内侧面应该怎么刷呢 嗯 接下来我们就要刷牙齿内侧面了 刷牙齿内侧面呢 要把牙刷竖起来 呃 牙刷前端 然后刷碰触碰到我们的牙齿上 上面的牙同样是由上往下刷 下面的牙齿由下往上刷 好 刷到最后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忽略了舌头的清洁 我们要把舌头也刷一下 这样呢 可以有助于清除食物残渣 并使细菌减少 对于预防口臭啊 非常的有帮助 平时的时候都没有觉得 刷牙还会有这么多的讲究 看来之前是自己太偷懒了 那么除了正确的刷牙方法 刷牙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嗯 刷牙的时候要注意啊 刷牙力度要适中 切勿用力过猛 损伤到牙齿或者是牙龈 同时呢 刷牙前 你有没有漱口的习惯呢 对的 我每次刷牙之前都要漱一下口 嗯 其实刷牙前啊 不要沾水和漱口 牙膏是利用摩擦来达到 清洁牙齿的目的 不沾水 牙膏的摩擦效果会更好 牙齿会刷得更干净 温水刷牙呢 能够更好的保护牙齿 如果长期使用冷水的话 容易导致牙齿变得敏感 最后建议就是 每次饭后要进行刷牙 每次刷牙至少两分钟 那我今天的收获真的是太多了 那太好了 不知道视频前的伙伴们 有没有收获呢 不妨也把您的收获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听吧 那好 今天我们口腔健康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